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今天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宁 港股今天表现不错,恒指最高突破过两万七千点心理关口 创了大时代以来最高水平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又到二万七 未讲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就升了88点,收报26941 成交早两天会约,超过800亿,有862亿的 大家看看恒指这幅图 今天恒指最高的时候冲到上去二万七千零七点 突破过两万七千点心理关口 虽然收市的时候未能站于其上,也都日间的时候曾经倒跌 但是整体来看,还是保持缓升的格局 只要后市一直站在前浪顶二万六千零九十点之上 或者你很短线来看,站在十天线大概二万六千六百区之上 我觉得问题不大,仍然会反复上升 我觉得后市仍然有机会可以站在二万七千点心理关口之上 我对后市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有些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耶伦今晚继续放假 联储局今晚意识的声明比较关键 会不会保持住,好像耶伦对上一次在国会听证会那里放假 就说不需要急于加息,这个言论那样,那大家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就是美元是不是会继续下跌 昨天都说到,其实联储局的议息 大家都估计它不会加减息的了,这次大家最重要的反应是什么 美元会不会继续下跌,如果美汇指数继续下跌 例如跌穿九十三点六,昨天低位是这个水平 这样就会有利港股 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要看着就是A股 因为今天其实港股本来是走势不错的 中段的时候曾经倒跌过,最主要是因为受到深圳股市 那时候下跌1%的影响令到港股倒跌过,轻微跌过 后来它跌幅收窄,港股就立刻反弹了 所以如果这三个原因都理想支持的话 港股是可以游到二万七的,就是再次站稳 也有这个条件的,有这个机会的 好了,除了港股之外,今天其实是纪路股份 是支持,令到恒指挑战二万七千点的心理关口的 那哪几道股份呢,分别就是石油股呢 中资银行股呢,和内房股的 那石油股今天理想呢,就是因为那些油组减产 刺激油价上升,那布兰特旗油呢 就升穿这个五十元心理关口,现在都站在五十个六 那刺激到呢,中石油呢,突破啊,今天升了大概3.1% 收报5.05元,那这个走势都其实都挺理想的 另外一只中海油呢,升幅没有它那么大 都大都有2.3%升幅,收报8.7.7 这两只股份分别就是恒指成分股里面 升得最多,和第二多的股份 好,第二个板块呢,这个板块呢,重要的 就是这个内银股的上升,那它呢 就刺激带动到恒指呢,向好,因为它那些重磅 那,昨天说到呢,是招行的业绩好啊 那今天呢,花旗发过报告就说 它说中行的次季业绩还好呢 那招行昨天呢,迎起呢,就说自己第二季呢 有机会呢,增长14.5%的增长,那那 那花旗就说中行第二季呢 那个盈利可以啊,同比增长21.5% 应该是同业之冠那样,那如果真是这样呢 那中行应该好好世界 那中行今天呢,就升1.6% 收3.82,尚未突破下降轨的,那后市 如果它能够突破这条下降轨呢 我觉得呢,是可以利好,可以追一追的啊 那招它呢,是什么呢 突破了这个前浪顶4元这些水平啊 那另外,有些大行就看好第二些内银股了 那好像瑞银那样呢,它就说看好这个 建行啦,工行和农行的 那建行今天升1.4% 升幅就没有中行那么多 但是走势上高,有一些像 好像头肩底突破颈线的格局 那似乎这只呢,都是会突破前浪顶的格局 大家要注意了 那另外呢,工行今天呢,都可以升的 但是呢,就再升少一些,升1.3% 收5.47% 好了,第三个股份呢,向上挑战 啊,令到恒指有机会挑战2万7的呢 就是这个,内房股啊 那最主要都是因为恒大公布了 啊,上半年呢,会多赚3倍市的股价 下跌升18个百分比 搞到呢,恒指两只的内房股 成份股呢,688中国海外呢 就升1.8个百分比 和1109啊,华润置地就升1.7个百分比 收24.35 那在这三路股份大动之下呢 恒指仍然都有机会向上挑战 2万7千点,心理关口的 好了,今天的分析就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